恭喜刘世文无缘时评赛后 刘国梁为他指了条名落 北京时间是1月3日 距离美国休斯顿时评赛开幕 仅剩下了一个月左右的时间 目前国兵的全体成员 参加时评赛的大名单 已经是机构基本的能够锁定了 所以刘国梁会在最后的时间里 针对每一位球员部署好详细的训练计划 除了备战时评赛外 国兵还派出了很多的年轻球员 前往斯洛文尼亚参加比赛 但从目前的一些比赛 结果来看国兵此行是出现了一些阻碍 尤其是小将周启豪的爆冷输球 论其他球员的比赛成绩如何 刘世文一定是国兵阵容中 遗憾指数最高的人了 我们大家都知道 刘世文作为国兵女队里面的核心球员 却成了东京奥运会中 唯一一个没有拿到金牌的球员 对于刘世文来说就是非常遗憾的 除此之外 刘世文缺席了时评赛和 前往斯洛文尼亚比赛的名单 也将是一大痛点 毕竟刘世文目前已经30岁 在人才祭祭的国兵队伍里 想要继续获得参加国际赛事的名额 真的是非常不容易 刘世文一批出来的优秀球员 许欣和马龙退役后的基本安排都已敲定 许欣目前任职了亚平连副主席 马龙在客串北京队的主教练 未来他很可能会在这条路上发扬光大 所以仅剩下的刘世文未来去向还是一个未知数 如果小岛一旦没能入选进巴黎奥运会的球员名单 距离他职业生涯的结束真的会近在咫尺了 那么针对这点就会诞生一个问题 就是刘世文退以后会去选择做一些什么呢 通过刘国良近期的一个安排 算是给刘世文未来去向指了一条名落 该决定就是刘国良正式的聘请了刘世文回归到国平的队伍中 而刘世文这一次的身份也不再是球员而是陪练 其实刘世文能够作为参赛球员的陪练 也是一件非常光荣的事情 虽然不能再抛头露面 但默默无闻的付出也是非常伟大的 所以刘世文在未来成为国平队伍里的主职陪练 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各位球迷朋友对此你怎么看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探讨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也请您给个点赞和关注 拜拜